日本战国时代 日本国民最向往的时代 战国时代仅次乌鲁末年代 而位居第二位 那在日本的战国时代 又有哪些大名 可堪称日本战国时代的翘楚呢 第一位 甲匪武田信玄 武田信玄从甲匪一国到攻占信农 途略远江三河地区 即在三方圆河战中 大败德川之田连军 据说德川家康在此战役中 败得极为狼狈 曾被惊吓得大小便失忌 武田信玄因其卓越的军事 才能而被称为贾腓之虎 也有日本战国第一名将 战国第一兵法家之语 临终前 下令三年密不发乡 其他大名义都不敢图谋武田市 第二位 越后上山迁信 上山迁信原为越后常委市之后 因继承了关东管领上山姓市 才更为上山市 上山市原无公家藤原市 血统尊贵 并有统领关东地区的名分 上山迁信是在武田信玄强盛时期 唯一的一位能与其相抗衡的大名 上山迁信 被誉为越后之龙 第三位 伟章之田信长 知田信长被誉为日本战国三杰之一 其年轻时的表现让人觉得诧异 曾被称为伟章的大傻瓜 然而 就是这位伟章的大傻瓜 若不是死无本能寺之病 便可在其有生之年统一了全日本 知田信长之死 也归无其交狂与暴虐的性格 第四位 封臣秀吉 日本战国三杰之一 继承了知田信长的一波 形式上统一了日本 但仍然改变不了大名歌剧的现状 只能在名义上迫其臣服与承担相应的义务 也没有有效的手段 抑制其他大名的崛起 再加上其继承人太过年幼 也决定了封臣式的最终败亡的命运 第五位 安逸毛利元旧 毛利是在毛利元旧的统治下 从安逸国的一 各小豪族到统治西日本的十国之地 领地时高达一百二十余万时 被誉为西国第一之将 创建了由吉川和小早上两亿府闭的两川体制 默默时代 毛利市的长州藩成为岛墓的两大主地 肥贤 屠左 实力太弱之一 长州藩势力也长期操控着日本的陆军 第六位 郡和金川一元 金川一元曾被誉为东海的第一公区 以为东日本的最强大名 曾与武田市 北条市 缔结三国同盟 缔造了金川市的巅峰时代 不料 却在上落进京 途中遭到了知田信城的棋袭 而身亡 自此 也就成就了知田信城 第七位 相摩北条市康 北条市康曾与武田信玄 金川一元 缔结了贾郡乡三国同盟 在郡和金川市衰落后 又能与贾匪之虎的武田信玄 越后之龙的上山迁信 在关东地区顶足而立 以其卓越的军事 政治 才能而巩固了北条市在关东地区的霸业 因而被誉 为相摩之师 第八位 三和的川家康 日本战国三杰之一 开创了德川幕府 但德川家康取得天下 一直为人所诟病 认为其是不劳而获的摘袍人 还有一种说法是 三和五是最弱 却得了天下 总之 是种种的不服 被认为是人者神规 与司马懿一样 是规派高手 第九位 奥语伊达正宗 独眼龙伊达正宗有统一日本之志 却生不逢时 当轮到其大战身首的时候 天下大势已定 其曾发出感慨表示 愿早生二十年 成就之田信长般的霸业 但在其可以表现的那段时期内 已经让伊达市成了日本东北部的最强大名 第十位 萨摩岛金士 萨摩岛金士自称是秦始皇之后 岛金士屋1578年大败大有事 1584年 仲创龙造四世后 己欲能统一了九州岛 却逢上了丰臣秀吉进入九州岛 岛金士便臣服屋丰臣秀吉 而彼时的岛金士除了加多亿九外 习的三位弟弟义鸿 岁九 加九都很优秀 很团结 因而被称为战国最强的萨摩武士 默默时代 岛金士的萨摩藩 与毛利士的长州藩 成为岛木的两支最主要力量 萨摩藩的势力 也长期操控着日本的海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